随着附加赛赛事全部结束,2019亚冠小组赛分组列位,尽此陈埃乐定。 专超大主上海上岗处于H组,他们的小组赛对手,分别是日本军军川崎前锋, 二超大主西米SC,以及韩国球队玉山现代,作为得冠热能球队之一。 上海上岗在小组赛阶段的目标无有一个,那就是你中联系附近或小组出现。 五位转会离队上岗进攻实力受损损上岗,此前连续三年参加落怪, 且连续三届以前从小组出现,但进入淘汰下阶段,他们却每每是错。 时至今年,上岗亦将在此向落怪之边则起冲击。 从阵容配置来看,上岗基本保留了上赛系的阵容架构, 最大的变动就是东江前锋五位转会离队。 而这,对于上岗进攻线的影响,显然是不能而易的。 但值得庆幸的是,胡尔克、奥斯卡、埃尔克森、阿哈纳多斯伊丝丝流队, 这样的外援配置在药州范畴内,仍然是手续一指的配置。 而这也是上岗冲击冠军的最大保障。 除了外援配置够高之外,向阳俊林、蔡奔克、石科等球员议事国家级别。 不然,胡尔转会离队非用上岗进攻实力大受者损, 但上岗的战术降格,又不会发生太多改变。 所以就此来看,上岗的综合实力,仍足以支撑他们向冠军大体冲击。 首战碰日本冠军睁开门红, 大靠对战西尼阿斯斯, 颇关键上岗首战对手是日本冠军川崎前锋。 由于川崎前锋,是上岗的小组在阶段的头号劲敌。 所以上岗需借助主场之势,必争开门红。 挑战出现先手,四伦。 上岗奔赴韩国挑战卫生现败。 由于卫生现败实力相对有限, 所以上岗客场区分希望相对较高。 接下来,上岗将被靠对对战爱抄球队西尼阿斯斯。 上岗在此期间能斩获多少分, 将直接关乎出现前景。 紧接着,上岗会奔赴日本挑战穿其前锋。 此力拿分即可接受。 那年,上岗主场对战卫生现败。 如若上岗当时尚未提前出现。 主场对战卫生现败将是取分学交据击。 川崎秦峰成头号劲敌西尼阿斯斯斯。 实力不容较去川崎秦峰, 才连了日本联赛冠军。 实力无人质疑。 从具战术特点来看, 川崎秦峰攻守坚队。 他们不仅是日本联赛中, 攻击火力最强球队之一, 还是联赛中冰球最少的球队。 同时,川崎秦峰不同于 绿板绿脚等传统技术流球队。 他们更能讲求攻守转换速力, 踢法也更温化。 去年,川崎秦峰就在 妖怪小子在西间与上岗同组, 但仅仅获得一平一负。 新与阿斯斯斯是典型的二周球队。 脚下技术最一般, 但前方越朗, 对抗能力强, 假球竞攻速力与反击速度。 值得一提的是, 西宁FC竞攻火力相对伪限, 但防守质量极高。 近些门来, 始终是二超联赛中 防守最好的球队。 所以对于上岗来说, 除了破西宁FC的整面防守, 又如何防西宁FC的反击, 是重中之重。 教师与全球现代这样的冠军级球队, 卫山现代的实力相对有限。 从技术战术特点来看, 卫山现代是一支非同防反战术的球队, 他们进球数已得分点最多, 但他们的盃球数, 仅仅负于韩国联赛大主全球现代。 另外, 卫山现代去年就在亚冠小组在西间与上岗同组, 但两产交分, 仅仅获得一平一负。 力争小组出现, 仅是第一次任典大招之间, 才是终极力标从某种程度来讲。 上岗堪称是中超球队最复杂小组赛的球队了, 因为此前三年, 上岗均集前获得小组出现权。 至于今年, 上岗的小组赛, 对手跟去年极为相似, 只是落尔本胜利, 换成了西宁FC。 既综合实力, 对外历史, 交通战绩等层面来看, 上岗均失去了五位, 但仍在该组中属最强球队。 故而小组在阶段, 上岗远中冷法, 要得小组出现是情侣之中的。 当然, 上岗均不会满足于小组出现。 2016年, 上岗只不要贯多强。 2017年, 上岗只不要贯4强。 2018年, 上岗则只不要贯16强。 今年, 上岗并然可望在药冠赛场取得历史性突破。 而就实力来看, 上岗决定具备冲击冠军的能力。 至于佩伦娜能否与上岗, 在新赛季取得历史性突破。 是那礼拜。 4. 上岗要贯小组在赛城。 3月6日, 上海上岗WinF穿其前锋。 3月13日, 卫生线到WinF。 上海上岗4月10日, 新赛FVLFF。 上海上岗4月23日, 上海上岗WinF。 新赛FVLF7日, 穿其前锋WinF上海上岗5月21日, 上海上岗WinF未生线败。 上海上岗5月23日,